競賽框 競賽框 其實在繞雷的過程當中是滿興奮的 其實腦袋也沒有想什麼 就覺得耶 我追平了 那接下來希望我求的隊友們 可以繼續供分數 然後剛好急一急到打了三分號 那整支不一樣 因為我們又打更多分了 對啊 就這樣 世界棒球經典賽 台中A組預賽 中華隊的第二場比賽在3月10號晚上對上義大利 那這場比賽我們在首局就有攻勢 靠著林子偉的全聯達 立刻取得1比0的領先 那至於我們的先發投手江少慶 在第一局的時候 對人讓對方三上三下 不過義大利在前三棒他們的打擊呢 咬得都非常扎實 球飛得很遠 那到了第二局呢 義大利這邊接連的安打 那在兩出局之後 江少慶又被擊出了一支長打 因此在這個地方 義大利反倒取得2比1的超前 那比賽呢到第三局的時候 這個時候中華隊迅速的更換投手 改由王維中左頭升板 那王維總一上來 立刻讓對方三上三下 表現非常的精彩 而且在三局下半 中華隊吹起反攻了號角 從仗育成的二雷安打開始 中華隊一共打了8個人次 5隻安打加上義大利的失誤攻下3分 重新要回領先 不過義大利在4-5兩局攻下5分 再次超前以7比5領先 中華隊的攻勢 在義大利第三任投手物資壓制下 一直到第六局 張育成2分全力打追平比數 7局下蠻累的情況下 范國城的內野安打打沒超前分 8局下吉利吉勞拱冠 再補上一發3分炮把比數拉開 接著9局上守護神宋家豪 用再見三陣幫助台灣守住勝利 中場台灣就以11比7擊敗義大利 收下本屆WBC首勝 接到檳總的通知 這一場要先發 其實心情是很平靜的 我覺得Chain的工作就在場上 然後就盡情的表現 然後有多少就發揮多少 然後我覺得今天表現 大家表現都很好 你還在喊到掃香 我覺得這一場 郭靖雲好球 郭靖雲好球 郭靖雲很棒 我覺得這場比賽是感動的比賽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眼裡 不管投手有盡力了 然後打球也盡力了 然後拿下這場勝利 我覺得屬於大家 因為是三連戰 所以今天的投手 必須不能超過四天的休息 所以用分工的去完成 那非常感謝打線裡面的資源 讓球隊可以在掉七分鐘 還可以贏球 應該是永生難忘吧 因為第一次打警戒 有人在勝利上千 拿分頭 我覺得這都真的蠻不容易 然後其實 中午的時候 他沒有幫我清神 然後我學第一個願望 大家也都達成了 希望第二個願望 之後的願望 就可以努力的去達成這樣 關鍵就是你那個籤子 你可以幫我們提一下 當時的一個狀況 就是剛上去的時候 都是一雷有人 然後那個 那個狀況也是 補手下達牽制的指令 然後我想說 先用一個軟性的牽制去 破壞他們的工具 然後明天要跑 然後也造成蠻好的效果這樣 非常的好 就是今天感覺就是 整個大家的狀況 就是非常清楚狀況 尤其是在陳靜 那時候是代打王柏龍 跟范國城代打鄭中哲 就是你為什麼會選擇這兩個代打 這兩個本來就是我們 其實在板凳上 準備代打的右打者 那剛好義大利是左頭上來 那必須完成三個打擊 所以這之中剛好可以換兩個 那那個局面也是需要串聯 也是需要適時的提出打點的時候 那很開心他們兩個都有完成 其實算蠻幸運的啦 對啊因為那個當下其實是 只要打外野就有分數嘛 那自己上去打的時候其實 場面蠻大的 那確實是很緊繃 那好險最後運氣不錯 對啊 其實龍馬界然後 恰哥都有跟我說上了場 其實就是保持 要跟投手輸贏的心態 然後對決的心態 然後因為國際賽這種短期盃賽就是 比開始也比較敢打一點 那我覺得就是 上了上去之後 就是那個打擊積極一點 然後想辦法把 一連跑者送到二連 然後最好是可以自己也上了 那當然對球隊就是 有得點圈的機會 然後有更好的串聯的公司出現這樣 因為有幫球隊多加最佳一分嘛 那當下是非常的興奮嘛 對 接到球隊想盡快把球傳到內圓而已嘛 他不曉得會剛好他會跑 對 你現在是掃蝦嗎 對 現在沒聲音了 怎麼會掃蝦 興奮啊 一直在吶喊 對 壓力每個人都有啊 那就是看自己去怎麼調整 那今天又打出來 那一定會相對的一定會比較好 蠻想哭的 因為知道 這一批中華隊都大家很年輕 大家第一次打 那經過昨天的戰敗之後 其實 蠻多人不看好 那我們是想證明說 我們這個世代也是很強的 然後往後的比賽也希望我們可以繼續 創造不一樣的中華隊 然後很謝謝這些年輕的選手 然後帶動整個團隊 其實昨天輸了我們氣氛依然的好 沒有放棄 放球就這樣子到最後脫步 不知道會是什麼結果 只要這過程中我們努力的去完成它 那畢竟就會好的結果 這些選手 我們去找一個努力的 小營 我們回到這個地方 我們在這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